這幾天天氣很炸 很多人吃回來會吃輕鬆的涼麵 但是涼麵的麵是油麵 又是油又是鹽 這個熱量是不值得的 對身體來說是負擔 營養師來建議想要吃涼麵 可以吃過熱量的糾米 營養師也提出吃涼麵的小伯母 我們走回來看 味道又到達清涼一道油氣味越讚 老闆的體感就看30度以上 吃一口涼麵是越吃越順口 但是涼麵到底有沒有替涼的作用 香麵在加工過程裡面 油脂量這麥加鹽給口感變好 卡路里對著變管 不過油麵變作是救命麵 負擔地變作 同樣一百公共的混量 油麵比救命麵加33段下 這卡路里是嚇到人 什麼吃的健康 換麵一罐不可以中療減半 如果配料要拍開加工品 真相差 就不像菜式的規劑含兩百日 如果你在夏天 還可以吃什麼體涼呢 夏天就是你同樣要當作 就是消暑什麼的 一樣可以選擇就是冰心地瓜 就是把我們地瓜拿去冰 而且它甜度也會變高 營養師說冰過的孫子 有控制的電粉 可以穩定系統 也可以吃肉 健康沒有負擔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